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马里兰州巴尔地摩一桥梁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塌 多达20人以及多辆汽车坠海 消防员正在搜救 暂时救出两人 其中一人重伤 州政府颁布紧急状态 网上片段显示 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大桥倒塌的那一刻 一艘货船在航行期间撞到马里兰州巴尔地摩这条大桥的桥墩 桥梁随即倒塌并断成多节 坠入水中 货船骑后着火并下沉 据报 大桥倒塌时 有多架车正在桥上行驶 当中有重型的货车 另有多人坠海 包括正在大桥上工作的工程人员 当局形容 事件为正在发展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正与海岸防卫队合作 派出挖人搜救 但当地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一度 再加上能见度低 增加搜救行动的难度 消防部门又将检视桥梁的状况 事发后 马里兰州交通部门宣布 大桥的所有行车线路关闭 所有交通需要绕道 摄氏桥梁是马里兰州 695号洲际公路的其中一段 横跨帕塔普斯科河是当地的主要桥梁 建成超过40年 撞桥的货船悬挂新加坡国籍 原定从巴尔地摩驶至斯里兰卡 摄氏货船公司已经确认 所有船员的下落 船上无人受伤 公司表示 尚未确定事发原因 正配合当局调查 美国安理会昨天通过 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之后 世界多国纷纷呼吁 迅速落实这项决议 但是以色列军队星期二 仍然继续轰炸加沙地带 以色列指责决议破坏乙方 为打击哈马斯和解救人质所做的努力 愤而取消派代表团到华盛顿 讨论拉法问题的计划 哈马斯得对决议表示欢迎 但坚持要求以色列同意永久停火 从加沙撤军等条件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通过决议 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回教斋戒月期间立即停火 从而实现持久休战 决议也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以及消除大规模提供人道援助的所有障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这项决议必须得到执行 失败是不可原谅的 巴勒斯坦民政部长谢赫 对决议获得通过表示欢迎 并呼吁永久停止这场罪恶的战争 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盖特则表示 这个决定来晚了 现在要做的事予以落实 立即并完全停止以色列的侵略和军事行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指出 为保护所有平民 落实这项决议至关重要 美国则强调 哈马斯必须先释放人质 才能实现停火 不过 以色列批评美国的立场明显倒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办公室的声明说 这给了哈马斯希望 继国家压力 能让他们在不释放人质的情况下实现停火 以色列随即取消派代表团到华盛顿 与美国磋商拉法问题的计划 美国对此表示困惑和失望 纽约一名男子被指控 将一名乘客推下铁轨导致其死亡 警方表示这起袭击是毫无缘故的 而且该名男子是一名惯犯 据纽约警方说 这起事件发生在周一晚上7点之前 地点是曼哈顿东哈林区 125街和莱克星顿大道的地铁站 警方说 一名40多岁的男子 被推到4号线列车的轨道上 可怕的是 当时一辆列车无法停车 并撞向了他 他被宣布当场死亡 24岁的卡尔顿·麦克福森被捕 并被控谋杀 警方说 他之前曾多次被捕 包括去年10月的一次袭击案 该案件正在调查 受害者的身份也尚未公布 两名MTA员工被送往医院接受评估 现在当纽约人下到地铁中 会随数可见警察们的身影 不过犯罪似乎也并没有减少 比如上周六到本周一 纽约地铁中就出现了多起 带图用刀砍人的案件 根据纽约市警局最新公布的犯罪记录 今年到目前为止 交通系统内发生的犯罪 比去年同期增长4.4% 从去年的482起增长到503起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 周二获得英国一家法院的许可 可以就引渡决定提出上诉 这意味着阿桑奇不会立即被引渡到美国 法院说将给美国三个星期的时间来提交相关文件 已允许阿桑奇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证他在审判时不会因为国籍而受到歧视 保证他与美国公民一样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保证他不会被判处死刑 如果美国不提供这些保证 上诉听证会将被批准 英国政府于2022年6月 在伦敦举行听证会之后批准了引渡 身为澳大利亚公民的阿桑奇 继续对判决提出上诉 阿桑奇因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美国通缉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机密信息盗窃案之一 在维基解密公布了数十万份 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机密军事文件和外交文件后 阿桑奇在美国受到了18项指控 面临最高175年监禁 阿桑奇被指控与时任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 合谋泄露了数十万份的机密文件 其中包括大约25万份美国国务院电报 维基解密于2010年开始公布这些文件 2019年 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包含18项罪名的起诉书 指控阿桑奇涉嫌获取、接收和披露机密信息 违反了反间谍法